介绍一件唐代脚胎琉璃马 尺寸长6公分高6公分厚2.2公分 重量52.14公克 唐代脚胎琉璃马是一种著名的工艺品 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技术特色 起源于唐代618年至907年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艺术与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唐朝琉璃工艺达到了辉煌的高峰 许多琉璃工匠创造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 琉璃是一种由融化的二氧化系和金属氧化物混合而成的玻璃质料 脚胎琉璃工艺是一种特殊的技术 所谓脚胎是用两种以上颜色的琉璃料叠加在一起 工匠将不同色彩的融化玻璃纠缠在一起 然后拉扯和捏造形成色料分层的螺旋纹状 胎上出现白鹤相间之纹理 变化无穷如木纹 鸟语纹 云纹 流水纹等 这种技术要求工匠有高超的手艺和耐心 是琉璃工艺的尖端科学 本见脚胎琉璃马形象非常生动鼻针 马手饱满 树耳鼓木 鼻孔称大 棕发自然披散 身躯肌肉起伏 线条圆润 表现出马的肥硕与健壮 背上是由马鞍 短尾上卷 动态栩栩如生 做工细腻 带有马上翻身 马到工程 一马当先等吉祥寓意之意 脚胎琉璃马被视为唐代艺术品中的真品之一 展现了当时玻璃工艺的精湛技艺 他们不仅在中国 还在世界各地被视为艺术品的代表作之一 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唐代艺术 文化和工艺技术的宝贵资讯 总的来说 唐代脚胎琉璃马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个精彩篇章 展现了当时工匠们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 同时也承载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价值